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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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叔叔是在1947年民国36年来台湾的,他应该是属于国民党,好像是情报部门的,他来的比较早。 后来呢,他一辈子一个人,也没有结婚,也没有子女,后来经过母亲的同意,就把我过籍给他,那么我们就以这个父子相称,那么我从大陆过来,跟他在一起生活。 对,因为他也是喜欢书画这一块,那么我的也是随我父亲,继承他这个书画,那我们就走到一起了,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。 那您这书职,到后来变成父子,这个缘分还挺深的,不但有缘,而且兴趣还相同,这是更契合的。 那您的叔叔现在? 他已经往生了。 那您现在等于半个台湾人吗? 现在可以说差不多,怎么讲呢,都是中国人吧,台湾人。 我对于台湾这个感情呢,是从很早就有,特别是来台湾这么多年呢,也基本是融入台湾的社会。 那您是跟您的叔叔是在这个两岸开放以后,互相才联络上的,才来,才把您给您叔叔做儿子? 对,那是在民国85年吧。 那是就差不多刚刚开放了。 对对对。 那是已经是叔叔找到您,还是你们找到叔叔了? 嗯,那个时候呢,是通过种种关系,因为他身体不太好,他还不能过去,通过另外的亲属就联系上。 是,那这也是蛮幸运的。 蛮幸运的。 那您在大陆,原来您就是学化吗? 嗯,这个学化呢,是从小就开始,不管做任何工作都没有离开,都没有离开这个绘画。 那跟我一样,我从小就画,从小就很喜欢,但是刚才有人问我说,你是不是从小就想做画家? 没有哎,我说不小心当了画家。 哈哈哈哈哈哈。 那您那您原来的工作,在大陆的工作,一直都是画画吗? 嗯,有在做宣传。 嗯,大陆叫宣传。 也是在宣传部,这种文工部。 宣传的就是说,比如说,出一些版报啊,印刷一些宣传的那些。 所以,美术也是没有脱离关系。 没有脱离关系。 是,那您现在已经是等于说走向专业画家了。 嗯,可以这么讲。 而且,现在我觉得您很幸运,现在很多人都希望说自己能够在两岸发展。 结果您这次来的人就在两岸,游走两岸之间呢。 没错,您说得很对。 我们的这个书画家,真的讲我们大陆跟台湾这个两岸的关系。 咱们这个艺术家,尤其是水墨画家,我觉得是居了很大的功劳。 因为一开始,在商人还没有互相来往,政治人物更没来往的时候, 就是我们这些书画家,跟大陆台湾的书画家已经很密切的来往了。 没错。 所以这证明一件事情,就是文化,文化可以让人的距离更近嘛,是不是? 对,您说得对。 对,文化,同样的文化,同样的这个艺术的爱好,可以让人很容易就这种血浓于水的感觉了。 没错。 所以咱们这个文化界人士,是在两岸统一上来讲,是居了很大的功劳。 那在大陆的画家,比我们台湾的画家幸福,就是因为他们在大陆有公家支持的。 就是说,比方说画院啊,有薪水啊什么。 对,各个地方,包括中央都有美术学院。 对,那就比我们幸福。 对,它提供了条件,比较专业。 有很多艺术家都是从美院里出来的。 那您有享受到这个国家对您的帮助吗? 因为种种原因吧。 因为我生活在这个年代呢,大家都很清楚经过文革。 您有经过文革吗? 对,经过文革呢,会有很多的曲折。 那么和自己的愿望就相差很远。 那基本上我能够走到这个绘画的路呢,只有一点。 就是从父亲那里传下来的。 这个绘画的这个精神。 父亲呢,是张大千的弟子。 所以说流传到他,到我。 我们从小就喜欢。 就是在这种。 就有一种感觉。 就是在这种文化的这种陶冶里面。 就好像自自然然从小就在这种文化的环境里面长大。 寻陶。 寻陶。 那您呢,很幸福。 很幸福。 那父亲是张大千的学生。 对。 那您呢,小时候有跟张大千学? 父亲跟张大千在一起的时候,我还没有出生。 都是听父亲讲。 他们在一起的那些故事。 那这还是有对您后来的艺术创作还是有很大的帮助。 受用终身。 那您看,以您呢,就是在大陆跟台湾这两边。 您是偶尔住住大陆嘛。 偶尔回回台湾。 您就在北京嘛。 对。 北京那边也是文化古都嘛。 文化底蕴很浓。 很浓。 那个艺术家比较集中。 是。 那您在那边。 那您在那边。 北京那个文化这么。 底蕴这么浓厚的地方。 古都嘛。 那又到台湾。 您在觉得这两岸之间呢。 您觉得这个。 不要讲别的。 就是说我们画什么画的这些人。 两岸的画家的特质。 您感觉到有什么不一样吗? 我感觉呢。 首先两岸的文化是同根同组。 都是从传统而来。 嗯。 然而呢。 台湾更多了一些乡土文化。 台湾的乡土文化。 这种乡土文化呢。 也融入到这个中国绘画里面来。 那么以前大陆对这方面呢。 了解的不太多。 通过我来台湾这十几年的时间呢。 也有一定的感想。 就说这个中国文化呢。 是多元化的。 对。 是。 虽然是传统的。 但是还要创新。 是。 这也是我一生所追求的目标。 是。 我认为那个台湾的乡土文化。 在大陆。 它会发扬光大。 首先两岸现在是和平的发展。 特别是这个艺术这一块。 已经突破了很多。 这个往来也很多。 也有很多的台湾画家陆续都要到大陆去发展。 这是一个好的市场。 作为我来讲呢。 我是在两边。 因为那个大陆这个是我出生的地方。 台湾呢可以说第二故乡。 那么更加感觉亲切。 我自己呢给我自己定了一个目标。 我这辈子不一定说要当一个什么样的画家。 我就要实现我的一个愿望。 把我的力量等于我自己所追求的。 我要把它实现。 把力量贡献给这个艺术界。 那您当然等一下我们还在请教您呢。 您有什么样子的计划。 您觉得我们两岸这个艺术和水墨画家。 就是台湾的多了一点乡土的。 那我相信大陆的各省各省也有他们的乡土的一些。 比方说像杨柳青的他们就是有那个天津的版画。 那叫年画。 因为我的籍贯是天津。 我籍贯是写天津。 因为我们姓孟本来是应该在山东的。 那是孟子的后裔。 我是孟子七十一代。 但是我的祖父的祖父, 我们好像很多代都在天津发展。 天津。 所以我的极关是写的是天津。 天津。 跟北京很近。 我北京也很多亲戚。 我天津有很多好朋友。 那以后我到天津到北京, 我有地方去了。 那没问题。 一定热情招待。 那讲到这个, 我就觉得, 当然北京这方面艺术的发展不错。 因为它有那么好的基础。 可是我觉得我那个故乡天津啊, 我觉得, 不是艺术的气氛, 不是很浓厚啊。 艺术呢, 是有很多的种类啊。 单从说话这一点来讲, 首先它的人没有像北京那么多。 但是天津也有自己的艺术学院, 每个大学都有的艺术系。 但是天津在曲艺这一块, 全国是首当其中。 对,对,对。 不管是从戏剧, 还有那个杂剧, 还有相声等等。 很多大师都是出于天津。 对, 画的上面画, 比较没有那么注重。 但是他们曲艺真的是很不错。 全国首屈一指。 是,是,是。 天津的经济院很有名的。 很有名,很有名。 我在天津, 到天津有去看过。 我觉得还蛮好的。 对。 因为我自己画很多那个戏剧人物嘛。 所以我对京剧, 就是讲京剧, 我也很有兴趣的。 那您看, 就是说, 我们当然两岸的这个水墨画家, 水墨画家, 当然生长的背景啊, 还有教育的一个过程啊, 都是不一样啊, 都不一样。 那我刚才就是请教一下, 就是您觉得这个他们, 就是现在画画这个水墨画家, 我们就广讲水墨画。 水墨画家这种画画的态度方面, 就是作画的态度方面。 嗯, 两边的, 当然一定有不同的特质。 您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? 好, 那个, 这个水墨画呢, 也可以说是中国画。 对。 中国画当中呢, 除了水墨画, 还有其他的。 嗯, 材末。 嗯, 然后再详细的分类, 包括工笔, 仲彩, 写役, 写役, 等等都有。 那个大陆呢, 它这个水墨画的发展, 那是很多年的历史, 可以追溯到唐朝, 甚至更早, 隋代。 首先一点, 就是大陆的艺术院校比较多。 它从那个人才这个培养这方面, 它是从这个基础理论开始一点一点。 然而在台湾呢, 它也有这个艺术院校。 但是大陆在这个基础理论, 还有培训这方面呢, 我认为是首先, 从这方面适宜的人比较多。 嗯, 这是一个。 绘画的人口多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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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一个客观。 是, 是。 那个, 台湾有很多知名画家, 他们早期也是从大陆过来的。 像那个有名的杜海三家, 张大千, 普新鱼, 黄军碧, 他们都是从大陆过来的。 还有包括幽任, 著名的这个草书, 大师。 但是, 呃, 台湾那个艺术教育, 应该也不会比大陆差。 呃, 因为它也有这个大师啊, 还有这些言论人员, 这么几十年的这个, 这个教育, 也出了很多的成果。 呃, 但是毕竟呢, 台湾那个地方比较小。 呃, 所以相对而言呢, 这个画家出的比较少。 有些, 就是因为这么多年呢, 两岸的隔阂, 很多大陆人对台湾这个画家, 还不太认识。 也不了解。 也不了解。 随着这几年的交流呢, 现在越来越频繁。 台湾画家, 大陆画家, 经常在一起活动。 嗯, 嗯, 那么大家就会互相, 嗯, 都有所了解。 我是觉得, 我是觉得, 感觉台湾的, 这个水墨画, 呃, 呃, 但是画家比较, 没有大陆那么多了。 但是我觉得就是, 呃, 在台湾, 台湾这种水墨, 跟这个书法这方面, 呃, 可能是那一段时间, 是发扬中华文化那时候, 那一段时间。 所以, 呃, 在书法跟水墨画方面, 还蛮蓬勃, 蛮兴盛的。 那大陆呢, 可能也是那一段, 是文化大革命, 它就断了一个断层了。 对,对,对。 那, 那台湾虽然是小, 可能我觉得台湾就是, 有几个好处是, 因为小可能, 嗯, 也比较容易发展一些什么, 就是, 政策上面, 呃, 在这个水墨画, 跟这个书法上面, 像我们小时候啊, 都要, 每个礼拜都要写字啊, 写毛笔字, 啊, 作文也是用毛笔写, 嗯, 学校也都会画些水墨画, 什么的啊, 但我想这种, 这种底子打下去, 呃, 虽然是看不见啊, 可是我觉得, 嗯, 到后来, 对这个中, 嗯, 台湾的这个水墨画的发展, 也有很大, 很大的帮助, 我像我们现在台湾画, 画水墨的人口, 也蛮不少的, 对, 我有亲身感受, 也蛮不少的, 嗯, 那很多人就是他的职业, 并不见得是画家, 对,对, 但是他, 他还在书法呀, 画方面, 他还, 还蛮有兴趣的, 当做另外一个兴趣的人, 还真不少呢, 对,对,对, 好,我们休息一下好吗? 哎,等一下我们再跟您来谈谈您自己的画画领域好吧? 好,